外表凶猛的黑熊其实有一颗温柔的心 农委会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所圈养的七只黑熊 其中四只是纯种台湾牙种 也就是台湾黑熊 在照顾员与动物训练师的行为训练下 可以自愿接受打针、伤口清创、温柔配合训练师的指令 而行为训练的成果不仅让黑熊更好照顾 也让它们身心更健康 台湾黑熊阿里一看见训练师摆出的手势 就乖乖的坐下打针 农委会特声中心照开记者会 说明为黑熊做的行为训练大有收获 在被圈养的七只黑熊中 行为训练滋幽生是原本会自残的阿里 它应该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流氓的样子 看到人就红 看到人就叫 甚至是把人要去恐吓人的脑感觉 但其实训练下来它其实滋幽生 然后它进步的幅度最快 其实什么行为它都是第一个指挥 我们左右手拿着饲料给它吃的时候 它是用嘴唇来慢慢的移 有一次它还不小心牙齿碰到我的手 它还往后退下了一趟 然后又再过来慢慢的 从我手上把食物接动 行为训练可以让无法野放的黑熊身心更健康 改善它们的情绪以及自残行为 避免它们出现一再重复没有目的的动作 训练师会选择黑熊吃饱时 跟他们做游戏式的正向训练 简单的张开嘴刷刷牙都OK 但其实我们这样坐下来发现 就算它们是薄的 它们也会愿意来给我们做打针 或者是伤口清理这种比较疼痛的一种训练 那是因为我们用所谓的正向训练 用这种正向训练去改变它们的情绪之后呢 虽然说这个行为会痛 但是它们还是愿意为了好玩跟心智的刺激 来跟我们做一个自愿性的一个配合 特生中心指出 黑熊是一种智商高 行为复杂的动物 需要大的活动地 无事可做 就会出现刻板行为以及自残 而人类圈养 无法提供符合它们需求的环境 透过行为训练并设计各种攀爬 游戏 觅食场域 黑熊能接触有趣多变的环境 才能身心健康